我们前面看了这个X bar的抽样分布 我们知道这个X bar的样本平均数 它的期望值会是母体平均数的μ 它的标准差会是根号n分之sigma sigma是母体标准差 那n是样本大小 那我们知道这个X bar我们前面讲的 所以这个X bar会随着这个n的趋近无限大 它整个分布会往μ来靠近 也就是说这个的分布会越来越窄越来越窄 窄到最后几乎会缩成一条线 这条线就是μ 那这个X bar往μ来靠近 它大概所有的词都会在μ的左右一点点 随着这个n的趋近无限大 这个距离就会越来越短 那这个性质我们就把它称为大数法则 那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说 如果X bar在n7近无限大的时候 X bar的分布会越来越集中 会最后缩成一条线 这条线就是在μ的地方 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看不出这个X bar的分布 所以我们就考虑了一件事情 我们把X bar标准化 因为这个是X bar的标准差 也就是μ的标准物 我们把X bar减掉μ 来处理它的标准差 做了这个标准化的动作 让X bar不要受到跟μ一样 它的标准差不要趋近于0 也就是它的变异 因为我们标准化 要变异数或者标准差永远都是1 也就是说我们把X bar的分布 把它拉大 让它的标准差是1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会有一个定理告诉我们 这个分布会有什么样的性质 这个定理在统计学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定理 它叫做中央极限定理 中央极限定理它的讲法是这样 我们现在呢 不管母体X bar这个抽样母体的母分配是什么 我们都不提它的母分配 我们只看它的样本平均数 X bar的分布 如果X bar呢 它是一个大小为n的随机样本 它的样本平均数 X bar是随机样本的样本平均数 它的母体分布 我们不议它是什么分布 我们只要知道它的平均数在mu 标准差在sigma 母体分布 我们只要求一个条件 我们知道期望值mu 标准差是sigma的时候 那当n7近无限大以后 这个X bar的标准化值统计量 把X bar减mu处以 根号n分之sigma 这个标准统计量的分布 它会随着n7近无限大 而7近于标准常态分布 这个我们在数学上证明出来的 这个定理叫做中央极限定理 那这个定理有一个好处 它可以让我们看到X bar呢 它真的还是有一个分布 那我们可以来探讨这个X bar的性质 因为不然你如果说 不处以这个标准差的话 那X bar到最后都 不管分布是什么 到最后X bar都集中到mu来 那我们就看不出它的分布 所以中央极限定理 就是把它拉开一点点 那中央极限定理呢 它的先决条件就是 只要知道母体平均数mu 标准差是sigma 不要管母体的分布是什么 好我们虽然不管母体的分布是什么 但是我们还是要在意一件事情 就是说那如果母体本身是常态分布会怎么样 如果母体有常态分布这么好的分布的时候 它是一个平均数在mu 标准差是sigma 变异数是sigma平方的分布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不要管m多大 这个标准 X bar的标准的话统计量 X bar减mu除以根号m之sigma 它确确实实就是常态 不要管m 它没有 它不需要等到极限分布再来趋近于常态 那极限分布趋近于常态是说 我们根本不知道母分配是什么 所以我们采用近思 如果母分配已经知道是常态了的话 那这一个标准化的统计量 也就是X bar的标准化统计量 它就是常态 因为它的平均数是0 标准差是17 它就是一个标准常态分布 就不要怀疑也没有近视的必要 那直接就是标准常态 好 那我们底下再来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就是说假设有一个银行 它的人事主管 想要了解他们 总行分行里面总共有2500位经理人 他们的月薪 他们的平均是多少 标准差是多少 而且呢 他们到底有多少人呢 去完成一个在职训练 我们要知道这个在职训练的比例 P的时候 那这一位人事主任呢 他就随机抽取30位经理来调查 那调查他们30位经理的月薪 知道它的样本平均数 X bar 也就是月薪总和除以M 那月薪的总和如果是2154420的话 那我们除以30位把它除掉 我们就知道每位经理人他们的月薪的平均数是71814 这么多 那样本标准差呢 我们也算出来嘛 这个嘛 SI减 S bar的平方 在这里我们就减掉 你也可以平方再减掉 N S bar的平方都可以 好那我们再算出来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值 这个平方核呢 是32500 9260 那记得除以29 除以29开放出来是3348 那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2500位经理 他们的薪资 每个月月薪的标准差的估计呢 是3348元 那要估计他完成训练的比例 我们这30 假设这30位经理里边 其中有19位已经完成在职训练 那我们这个样本比例呢 完成在职训练比例P bar 我们的估计值 我们就用30分之19 算出来是0.63来估计 那这个例子呢 其实就是我们上面一解说 点估计的例子嘛 用一个点 一个统计量来估计参数 那我们用71814来估计μ 那我们用这个3348 样本标准差来估计母体标准差 4个嘛 同样我们用样本比例P bar等于0.63 来估计母体比例P 这就是一个点估计的例子 好 那我们如果说母体是有限母体的时候 母体是有限母体我们取出就不换回了 那这个时候呢 随机变数X bar抽是一组大小为N的样本的样本平均数 好也叫X bar如果我们的母体分布的平均数是μ标准差是sigma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会保持X bar的期望值就是母体平均数 这一点呢是没有这一点是跟我们前面无限母体的时候是一样的 那么再来呢标准差就有一点点不一样 这跟我们前面在讲那个数我们在讲统计量的时候就是一样的 sigmaX bar呢是varianceX bar它必须要经过一个什么一个有限母体的一个修正因子 这个修正因子跟前面也都是一样大N分之一分之大N减小N 所以呢我们得出来呢这个我们叫做μ它的标准物或者叫做X bar的标准差是m分之sigma 在乘上这个修正因子n减一分之大N减小N 好同样的道理这个X bar的标准差我们就把它开根号出来 就除了刚刚的根号m分之这个之外我们还要再开方一个N减一分之大N减小N 一个修正量好那么我们现在的跟前面我们提过的结果还都是一样 当小N除以大N也就是说这个样本的大小跟母体的大小比低于5%的时候 也就是大N分之小N小的0.05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用这个修正量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用根号m分之sigma 就跟无限母体一样的时候我们来做它X bar的标准差 好那么我们做了这个我们回到这个立体来 我们回到立二的时候我们抽了2500位经理 如果这500位经理他们月薪的分布是常态分布 通常我们都可以假设它是常态 那它的平均数在71800 他们月薪的平均在这里标准差是4000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时候我们会知道X bar也是一个常态分布 因为我们知道常态分布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需要它进4 不需要N7进5线到X bar就是常态分布 所以X bar抽样分布这个样本平均数抽样分布它的期望值 也就是我们母体分布的71800 那它的Sigma X bar会怎么样 因为我们抽了30位 所以这个Sigma X bar是4000除以多少 除以根号30 那根号30差不多是5点多 差不多6左右 求出来Sigma X bar呢 它就是730.3 那意思就是说我们重复500个大小为N的样本 我们比较这500个 因为它是标准常态分布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分布呢 它是常态分布 所以这个分布也就是常态分布 只不过是说它min在这里 那这个码在这里 那我们现在要算说这500个X bar里面到底 它我们如果把它做出次数分配脂肪图看起来呢 它就是normal 就是这个μ71800 然后Sigma是4000的常态分配的PDF 那书上呢 它有画出来 这个数值呢 这是书上的例子 它有画出来 你看500个X bar 500个X bar长这样 我们的常态分布 以71800为μ 然后Sigma是730.3 Sigma是730.3的常态分布长这样 我们把它对起来 所以事实上来讲就是说 你把这一个跟这个套起来的话呢 它们会非常的接近 因为它的X bar就是它 因为我们已经假设母体如果是常态分布 如果它是对的的话 那这一个X bar的分布 几乎就是平均数在71800 标准差730.3的常态分布 这两个 它就是等同于从这个分布里面抽出500个样本 所做出来的分布 是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解释 就从这个常态分布里面 从这个常态分布里面去抽500个 做出来它的次数分布就会长这样 这个就会跟它很接近 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重复抽取大小为30的随机样本 个数越多的时候 这个脂肪图的X bar的PDF X bar的 脂肪图越接近X bar的PDF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当然是500个嘛 如果我们做到5000个5万个 这个就会很接近它的PDF 几乎就会重叠在一起 好那我们也来看一下 我们做出来 我们如果重复做这些X bar 这些样本平均数 它会借在71300跟72300 也就是71800加减500 其实500根本不到一个标准差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标准差是730 好那么在这样的机率会是多少 好我们要算 这个时候X bar它真正的是一个常态分布 因为我们的母分布是常态 所以它也是常态 那我们要求这个机率 一样的 我们必须把它标准化 减掉平均数除以标准差 三个地方都减平均数除以标准差 就是说最左边的71300 减掉平均数71800 除上标准差730.3 右边也是一样 那左边这个数值算出来 是-0.68 那么这个就是Z 我们X bar是常态分布 我们把它减平均数除以标准差 这个就会变成标准常态分布 所以变成标准常态分布的值 大于-0.68 这个值也是0.68 因为它两边对称的 这边是500除以730.3 这是-500除以730.3 这边就是-500除以730.3 那么这样 这边右边是0.68 接着下来呢 我们就算了 我的X bar落在71300 跟72300的几率是多少 那这个几率呢 又来了一样的道理 我们累加到0.68 减累加到-0.68 所以呢 这个标准常态分布 所以它的累加分 累积分布就是大写 5的0.68 减掉5的-0.68 好那这个呢 我们就继续来查表 标准常态分布 累加到0.68是多少 我们来看表 累加到0.68 0.68 0.6在这里 那边是负的 0.6在这里 0.6到8 8在哪里 8在这里 0.68 那我们要这样看 8 0.68 来这里 7517 对不对 7517 好 所以 这里就是 0.68 7517 然后减掉-0.68 其实-0.68 我们可以从直接看 因为它对称 因为它累积到0.68 它是7517 右边还剩多少 2485 就是累加到-0.68的基率 这两个会一样 好 那我们也从表上来看 -0.68在哪里 负在这里 负的0.68 8呢 这个地方是9 对不对 这个地方是9 所以负的0.68 我们看一下 负的0.68在这里 2483 2483 好 我们就可以看 2485 我看一下 这两个它有点不一样 可能我超错了 它有点不一样 这里如果是7515 这里应该是2485 0.68 我这写错了 7517 那就没错 所以这里是7517 所以这里会是83 好 所以 所以这个是对的 我直接把它超过 好 所以是这样 好 那我们现在来讲 我们所算出来的 有没有落在这中间 是有的 那我们算出这个激励 是0.5034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去做500次的这个X bar 我们做500次大小为30的样本的话 我们估出来的这些样本 MU的那个 点估计的话 应该会有50% 会落在这个 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 500个里边 会有 0.5034 也就是大概 254个 会借在 71300 跟72300 之间 而我们做出来的那一个是多少 我们这个样本算出来是71814 你看71814 有在这里边 也就是那200多个其中的一个71814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要看的是 M增大的时候会怎么样 当我们的样本量 我们500个X bar中 如果我们把M 这个人事主管 如果他把M抽到100个 我们从30个抽到100个的时候 那我们的期望值 X还是71800 但是我们 这个MU的估计标准物 MU的标准物就变了 因为这个M变成100 所以我们的Sigma 原来是4000 所以我们的Sigma X bar变成400 你看 这个地方的标准物 也就是Sigma X bar的Sigma 从730 降到400 那标准差变小了以后 就表示这个分布 这个分布怎么样 往内缩了 往内缩 好 那我们就这样来看 同样的 同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分布集中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还是在71300 跟72300的基因 势必就增大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把71300 减掉71800 除以400 跟刚刚所讲的 减掉平均数 除以标准差 这边也是 减掉平均数 除以标准差 这里也是 好 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看到 这个是多少 这个算出来 是1.25 这个是500 除以400 所以它是-1.25 这边是-1.25 所以我们现在要算的 这个几率 x bar落在这里的几率呢 我们把它标准化以后 就是这个 标准常态分布 落在-1.25 跟正1.25 之间的几率 好 那我们就来看 累加到-1.25 减掉累加到-1.25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累加到1.25 是多少 累加到1.25 来1.2 在这里 1.25 是1012345 好 1.25 在这里 累加到1.25 的几率是8944 好 我们来看 它就0.8944 减掉累加到-1.25 那么累加到-1.25 很明显的 就是这个累加到1.25的右边嘛 所以就是1减它 我们 查这个就够了 所以就是1056 因为这两个加起来要是1 所以这里会是1056 好 我们来看一下-1.25 -1.20 1 2 3 4 5 在这里嘛 真的是1056 -1.25 好 -1.25的时候是 1056 所以这两个相减 是0.7888 也就是说 当我如果能够把样本 的大小变大的时候 我同样 X bar呢 落在这个期间的激励呢 就会加大 一个同样 同样的期间 好 那表示说 X bar的分布真的是 往71800在集中嘛 所以我们同样的 在正负500之间 它的激励呢 变到78.88% 刚刚呢 是只有50.3 即而已 好 那我们 我们用图来看哦 你看 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出来 这个黑线呢 是原来 Sample Size n等于30 样本量30的时候 X bar的分布长这样 那当我们把n呢 量本量加大 量本个数加到100 量本大小加到100的时候 你看 它的常态分布 变成比较瘦 比较瘦 有没有 比较瘦高了 所以呢 它往这边集中了 所以同样在71300跟72300之间的话呢 本来黑线只有50%的X bar 会落在这中间 如果我们放成蓝线呢 会有到78.88% 会落在这个蓝色的范围里面 那这个呢 也实际上也告诉我们 我们一直在讲的 当n越大的时候 这个就会越接近这一条直线 我们刚 我们前一节课 我们也看过这个例子 那我们这一次呢 这里呢 再用一个实际的资料 用实际的数值呢 我们来算一算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好 那我们看完了X bar的抽样分布以后呢 我们现在来想要看一个 样本平均数P bar的抽样分布 会是怎么样 我们讨论P bar的抽样分布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P bar 它是怎么样形成的 事实上来讲 我们回过头来看 样本比例P 这个样本比例P 就是说 我们去调查30个同学 刚刚的例子 30个同学 有没有住宿意愿 假设这30个同学是随机独立的 那也就是说 我问到第一位同学的时候 他答的结果 不影响第二位同学答的结果 那么因为 每一个同学 当他被我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的答案只有两个嘛 有意愿跟没有意愿 也就01嘛 那我们把有意愿当作1 没有意愿当作0 所以呢 这样第一个同学被我问到 他答01 那么 这个地方 我们有一个母体的比例P嘛 我们就假设说 每一个01都是服从这个 因为我随机抽一个 我也不知道抽到谁 那我随机抽出来的话呢 他会他会认为他需 他有意愿的 应该跟母体有意愿的都一样嘛 所以是这个样子的说法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第一个同学呢 他答0的几率跟答1的几率 每一个都一样 每一个都一样 答1的几率就是母体的比例P 答0的几率就是母体的E-P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我们的同意 有意愿注数的这个X 这个随机变数X 是不是每一个同学答的 每一个都是10 1010 把它加起来 看这里有几个E嘛 有几个E 所以这个XI每一个都是0跟1 所以XI是什么 本努力分布嘛 这个本努力分布 N个都是一样 然后他 激励就是P 他答要的激励就是P 因为 其实你要这样想 他只可能答要跟不要 但答要的激励是P 是因为母体里边呢 有P比例的会要嘛 所以我随机抽 这个人答要的激励就是P 那这样呢 那这些加起来啊 它就是 1010加起来的这个数X 它就是什么啊 变成二向分布 对不对 N在这里 它是一个 sample size N 所以它变成一个VNP 就是二向分布 N呢 就是试验次数 P是成功次数 所以这个样本P呢 这个X呢 就会服从一个什么 服从一个二向分布 VNP 那X呢 是二向分布VNP 那X bar 就除一个N而已嘛 因为它分子 这个分布是二向 那我们除了一个N 虽然不叫二向 但是他们的性质呢 就差一个常数 所以P bar等于N分之X 因为 我们知道 X是随机变数 那如果我们问完了以后 我们就得到的就是小X嘛 好 这个P bar呢 随机变数的是要写成M分之X 但我们问完了以后的结果 这个P bar呢 就是小M分之X 那我们在这里 我们可能不要这个东西 好 那么 我们在这里才要出现这个 那么 在前面的例二里边 样本30个人 完成职业训练的有19个人 好 现在我们调查出来 X是19 X的实现值是19 就换成小X了 那它同意再直进P的点估计 P bar就等于M分之X 就是30分之19 就是0.63 好 这个是P bar的点估计 那我们基于这个X呢 它是一个二项分布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P bar 它的性质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P bar 这个随机变数 这个P bar 这个样本比率的性质 它的那个几率性质是什么 来我们来看这个性质4 一样嘛 假设说母体里边 具有某特定性质的比率P 什么叫具有某特定性质 比如说我们刚刚的例子 比如说希望住宿 或者完成在职训练 这个都叫做特定性质 那如果呢 它完成这个特定性质的比率是P的话 那我们在母体里边呢 抽出了一组大小为N的样本 随机样本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 XI等于E 表DI的样本具有这个特性性质 XI等于0表示没有 那X就直接把它加起来 那X的分布呢就是怎么样 X就是具有这个性质的个数嘛 你具有这个性质如果有X个加总就是X个 因为有X个1其他都是0 好那我们令P等于N分之X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P bar等于N分之X 我们现在就是要来算它的分布 我们先来算它的期望值跟它的标准差 它的期望值呢 我们经过计算的结果 还是一样 期望值的P bar就是这个母体比率P 那么这个P bar的变异数就是N分之P1-P 因为母体分配的这个变异数 如果它只是一个Vanuli 我们知道Vanuli的变异数是P1-P 那VarianceX bar呢 因为它除了M 就是N分之P1-P 然后SigmaP呢 就是把这个开根号出来 好 那我们把这个式子呢 我们把它讨论一下 为什么VarianceX bar 会是N分之P1-P 变小了 这个跟我们 这个是VarianceP bar 跟我们X bar的时候是一样 X bar是N分之Sigma2 其实母分配的Sigma2是它 为什么 因为母体分配呢 它是Vanuli 它是N个Vanuli相较 那Vanuli的那个变异就是P1-P 好 其实我们大概已经把下面都讲完了 这个说明的部分都讲完了 事实上X呢 就看成N个VanuliP的和 X是Dumationi等1到N的Xi 这每一个Xi都是Vanuli分布 而且它们独立 所以加起来以后是二相分布 二相分布 二相分布是本奴里的和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因为X的期望值 二相分布的期望值是Np Variance是Np1-P 变异数是Np1-P 我们利用这两个性质 我们就可以算出这个 因为期望值P bar 就等于期望值的N分之X 一样的 我们把N分之1提出来 期望值X X不就是二相分布吗 Np 比刚刚那个要简单一点 我们不要再写一长串 其实你要继续写X1加X 那也可以 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了 因为X X的期望值跟变异数我们都有了 好 那所以我们算出来 N分之1乘上这个是Np 所以还是P 我们发现到P bar的期望值也还是P 好 那P bar的变异数呢 4个码平方 Variance P bar就是Variance N分之X 那这个N拿出来就是N平方的值 这个Variance X我们已经算过了 Np1-P 所以消掉以后 就N分之P1-P 这个也就是什么 这也就是本努力的Variance 除以N 所以当然4个码X就是这样 开放而已 没有什么 来 那同样的道理 如果刚刚那个母体比例呢 是有限母体 它是大小为N的有限母体的时候 我们跟刚刚一样 期望值并没有变 期望值并没有变 但是变异数呢 会从原来N分之P 1-P 乘上什么 酵正因子 这个酵正因子 变异数就开放出来 一样的 把标准差就开放出来 对 好 那这个呢 跟我们在谈那个 样本平均数的 抽样分布的时候 是一样的 在有限母体的时候 那我们也同样的啦 当这个小N 比大N的G 的比例小于5%的时候 大N除以小N小于0.05的时候 我们这个修正因子 就可以不用管了 因为它已经差很少了 我们已经讲过了 假设N是100 假设N是100 这也是99 那么我们如果这个是0.95的话 因为它小于0.05 这个是大于0.95 那我们知道0.95开放已经0.975了 所以这个乘跟不乘 它的差异就已经很小了 同样的道理 我们一样的道理 SigmaP 估计量 P bar P bar抽样分布的标准差 就是P的标准物 记得P bar它的抽样分布的标准差 就是原来被估计参数P的标准物 我们现在要区别标准物跟标准差 好 好 那我们在立二里边 因为我们这个大N比小N 就跟刚刚我们知道 30比2500是0.012 小于0.5 所以我们根本不用管那个修正因子了 那假设 完成在职训练的比例P是0.6 我们可以知道 那这个时候P bar的标准物 就N现在是2500 N是30 这个地方是0.6 这个地方是0.4 我们算出来 30分之根号0.6 乘以0.4 是根号0.008 那表示这个P bar的变异数是0.008 这P bar的标准差开方是0.0894 好 那么这个问题呢 在这里呢 同学们 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 不是很自然的事情 因为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要估计P P是不可能知道的 如果P知道 我们就不必做这么麻烦了 用什么 我们就不必这么麻烦的来估计它 我们就不必这么麻烦的去估计它 用PF 我看一下在哪里 应该在更前面 那好 我们就不用估计了 我们就是因为这个不知道 所以基本上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如果P知道等于0.6 我们就不用估计比例了 所以基本上这个是不知道的 那这个不知道怎么办 我们就直接用我们的估计值 我们刚算出来的P hat 是0.63 所以我们 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我们在这里 只能用0.63 用P bar 1-P bar 我们没有所谓的P1-P 因为这个东西是看不到 这个东西是不知道的 如果这个东西已知的话 那我们就不要做了 所以我们唯一的 只有可能做这件事情 就把这个码P bar 用m分之P bar 1-P bar 因为这个也是调查来的值 这个说算出来 因为我们调查值是0.63 估计只是0.63 然后再乘上1-0.63 算出来是根号0.0078 也就是0.0883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P bar 它的标准物 就会变成是这样子 标准物 这也是一个估计值 估计标准物 好 那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刚刚有讲过 这个x 是summation i等于1到n的xi 这些加起来 所以呢 它是一个二向分布 好 那我们前面讲过 二向分布 有两个近视方法 来求它的近视值 一个是常态近视 一个是伯瓦松近视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现在的n是30 所以有比20大 现在的P呢 不管是 假设我们知道它是0.6 或者我们用估计值 算出来0.63 好0.63的时候 这个n呢 基本上n是30 再乘以0.6 30乘以0.6 大概18个 已经都比5大 n1-p也比它大 所以呢 我们的 这个二向分布的几率 我们就可以利用常态的近视 常态近视 好 又为什么可以 因为我们说 二向分布是x 那x除以n 虽然不叫二向分布 但是这个常数 我们提出来 我们只要算perfability x就好 这个常数呢 我们就不管它 好 那插一个常数 所以我们也是在 这个条件之下呢 我们用常态近视 normal pn分之p 1-p 因为这个呢 近视 这个是常态 那它的期望值就在p 本来x的期望值是mp 它是mp-p 所以现在呢 我们算出来 它是p 它是m分之1-p 就在这里嘛 我们就用这一个 我们就用这一个 所以我们还是一样 用常态近视来做 好 那么如果在立体二边 如果已经知道p是0.6 已知p是0.6的话 我们发现我们n30是有大于20 mp等于18也有大于5 mp-p12也有大于5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个p bar的分布呢 看成normal 它的min是0.6 也就是这一个 然后呢 它的标准差是0.00 变异数是0.008 标准差要开方 因为我们这里摆的是变异 变异是0.008的常态分布 好 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来看 这个时候估出来的 我们的样本p bar呢 会落在0.55到0.65 因为我们也是0.6嘛 我们来看 我们所算出来p bar 会落在这里的几率有多少 我们就来看哦 这个p bar呢 要借在0.55跟0.65之间 我们显然要把它标准化 减掉平均数除以标准差 平均数是0.6 标准差是根号0.008 好 我们减掉平均数除以标准差 就是这个p bar 这个p bar 对 根号0.008嘛 如果sigma一支 那这算出来呢 减掉平均数除以标准差 标准差要开根号 减掉平均数除以标准差 我们算出来 这个呢 是-0.56到0.56之间 那一样的碰到这里 我们还是继续要查表嘛 查0.56跟-0.56 来好 我们看一下 0.56在哪里 0.5在这里 0.56 6在这里 0.56 0.56 算出来是7123 0.7123 0.7123 好 那我们就知道 这个是0.7123 5 0.56 那-0.56 -0.56 就是1-0.7123 算是2877 好 我们可以直接算 我们也可以来 从这里我们再看一次表 在说 -0.56 负在这 5 6 6 6 7 8 9 3 5 6 6 6 7 6 6 6 7 8 8 7 5 6 所以我们这两个捡起来是0.4246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已经知道母体比率的时候 我们样本比率会落在0.55跟0.65 已经知道母体比率是6 我们继续去做 我们样本比率呢 落在0.55跟0.65之间 的这个几率是0.4246 这0.4246 那我们还是再强调一下 通常这个P不会已知 所以我们会用P8去带 我们用P8去带 这也是OK的 好 接着下来呢 我们来看点估计的性值 有关点估计的性值 第一个性值叫做不偏性 其实这个不偏性呢 我们已经讲过很多很多次了 我们知道啊 如果母体参数θ呢 它的估计量θ的期望值就是θ 期望值θ等于θ 这个时候呢 θ称为θ的不偏估计量 我们叫做unbiased estimate 那如果呢 期望值的θ不等于θ 它就有点差了 这个差 他e of θ它的期望值 减掉真正的参数的 这个差距 我们叫做bias 我们叫做偏误 就是用θ的估计θ的偏误 就会有这一段出来 好 那我们在前面 我们现在来先看这个图 如果图长这样的话 这个是母分配 母分配的参数 它有期望值 我用平均数来讲 以这个来讲 母分配的平均数μ在这里 如果你的μhead 就是μ的估计量 它的分布是这样子的话 它的期望值在这边 而不是在这边 那这里就会产生一个偏误 这个减这个 这里就是偏误 那你可以知道 我们不大喜欢这个有偏误的估计量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不管母分配长怎么样 在m趋近无限大的时候 这一个会往哪里集中 会往这一条线集中 会往他的期望值集中 而不是往他集中 因为你这个统计量 这个随机变数的期望值在这里 m够大以后 任何一个随机变数 会逼近他的期望值 会围绕在他期望值的旁边 那这样子 如果他是一个偏误估计量的话 我们m越大 越不容易估到他 对不对 因为他在这里 如果你a小小的搞不好还有一些会在这里 但是你因为m很大的话 他一直集中一直集中 会缩到这个距离以内 你就反而没有办法估计到他 是这样子的一个 我没有这样一个想法 那我们现在会来讲 我们介绍了步骗估计量 我们刚刚前面那里到底有哪些估计量 是属于步骗估计量 我们来回忆一下 当母体是常态分布的时候 期望值X bar就是μ 所以这个时候 样本分布是母体分布的不偏估计量 那期望值的S square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样本变异数 我们知道除以N减1的时候 这个期望值会是sigma平方 所以我们说这为什么会除以N减1 如果我们除了N 除以N的话 分母越大旗值越小 我们除N以后呢 我们会使这个变异数会变小 它的期望值会变小 所以它期望值就不是sigma 它的期望值就是 这个N减1吧 除以N减1才是sigma 那你就 如果你除以N就除太多了 所以你除太多以后 这个值呢 就会低估sigma 它会变小 它会低估变异 那么低估变异呢 你就会让本来没有那么好的估计量 你要感觉它很好 你就会自我感觉良好 所以要除以N减1的话呢 它才会正好是它 才会是不偏估计量 那么事实上呢 我们在这里讲的说 如果啦 母体是常态分布的时候 它是s平方的期望值 样本变异的期望值是母体变异 这个地方才需要有常态分布 如果我们要 x bar的期望值是μ 不需要分布 任何一个样本平均数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很多 样本平均数 它的期望值一定是μ 只要你是随机样本 我不管你的母分布是什么 但是我们在这里 为什么要强调常态 是因为后面这个 后面这个呢 它必须要样本分布是常态 必须要是常态 我们才会有这个东西出来 好它才会期望值 这个平方会等于4个码平方 好那我们从这一句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 样本平均数是母体平均数μ的 不偏估计 样本变异数是母体变异数的 不偏估计 其实我们前面也有讲过 比率P的时候也是一样 样本比率也是母体比率的 不偏估计 但是我们在这里 要有一点点要提醒大家的 样本变异数是母体变异数的 不偏估计 但是你不能把它开方 当你开方以后呢 样本标准差 就不再是母体标准差的 不偏估计 好我们就可以这样来看出来 就s bar是μ的不偏估计 s平方是4个码平方的不偏估计 p bar是p的不偏估计 但是s不是4个码的不偏估计 好我们先看到这里 我们休息一下再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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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